我们上一次讲到那个对维泽 讲了一个小时 讲了两个卦 对维泽这个卦 我现在再把它复习一下 对维泽他讲的 就是讲了喜悦 但是这个喜悦呢 必须要合于正道 喜悦是亨通的 因为大家高兴嘛 任何一件事情 你只要大家双方都高兴的话 这个事情就容易成功 但是你这个喜悦 必须要合于正道 不可以为了一己之私 而欺骗别人 心中必须要有诚信的 这个卦有六个谣 阴谣呢 都代表的都是心中 是存着一己之私 为了要达到自己的目的 表面上摆出一些 笑脸去跟人家应对 其实他心中有另外有目的的 前面两个卦呢 我们讲完了 我们讲今天要讲的是 六三瑶 五十一千对维泽 六三瑶啊 他讲的是来对 来对指的是不请致来的 这种喜悦 这种喜悦 那个六三瑶呢 他照理来讲 他应该要继续等待 他去跟九四瑶 他相结合才对了 但是他他回过头来啊 他去找九二汉出九瑶 他不能够等待 他先去 为了要达到他的目的 去不请致来 主动的 为什么他是主动的 他是阴谣 扬卫 扬卫就代表他要动 他是主动的 去 惨媚别人 他心中他有他的目标 他为了要达到他的目标 不请致来的去跟人家接触啊 这种当然就是不好啊 凶 所以说这个挂 这个摇词讲的是凶 我们看他的中挂 中挂 他他是迅微风 他是平迅 迅呢 他又有一个意义啊 他叫顺 但是呢 他平字呢 指的就是皱的眉头的意思 当我们以后讲到这个 迅微风这个挂的时候啊 会更加详细的 在讲 他平训指的就是说 我表面上 我看起来还对你很顺从 但是我一直皱的眉头 你只要看到人啊 你讲 讲什么话 他都说是是是 但是呢 皱的眉头啊 就代表着他心中其实不高兴 表面上他顺从你 其实是 心里不愿意啊 这个摇词 他要告诉你的就是说 在别人的压迫下 有志男生勉强的顺从 违反他心中的意愿 所以说他就经常皱的眉头啊 很不愉快 有时候对你很公顺 有时候 表现出来对你不公顺 其实他是 是受了压迫而表现出来要对你公顺 不是心中诚心的对你公顺 这个是迅微风 这个平训他的 他李瑶词的意义 我们再看这个护挂 烽火家人啊 他说家人赫赫 鬼立即 父子兮兮中令 这个烽火家人讲的是 一个家庭要能够和睦相处 能够富家大吉的话 靠的是 一个是 一个是男主人 一个是女主人 那九三瑶指的 杨瑶指的是男主人 男主人呢 他要至家 但是至家呢 他这个谣词讲的就是说 至家之道 应该是如何 至家呢 不能够太严 也不能够太松 因为太严的话 大家够不下去啊 太松的话 大家就变成 没有家法了 大家随便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所以说 这个谣词讲的就是 至家不可以太严 也不可以太松 要合乎中庸之道 以审言适中 是最好 但是这个宽言呢 没有一个正确的标准 无法衡量 你很难拿捏 如果你难以拿捏的状况之下 你是你要零言不宽 也就是说 我宁可言一点 也不要那么宽 为什么呢 如果言一点啊 可能会让家里的所有成员啊 都表情比较呆板 因为家教很严啊 所以说每一个子女 或者是太太啊 都会战战兢兢的 很多事情都不能够随心所欲啊 就表情会呆板 难免会伤到亲情 因为自家严一点的话 就父亲跟子女之间或妻子之间的关系 就会难免会紧张啊 会伤到亲情 这个主人呢 就心里会有点后悔啊 难免会有后悔 但是呢 最终一定是好的 这个家庭的所有成员呢 他不会变坏 如果自家一开始 如果自家一开始就很凶的话 大家都嘻嘻 嘻嘻哈哈 嘻皮笑脸的话 这就变成 家法难立啊 家法难立 不成体统 虽然大家一开始会非常的快乐 但是最终一定会不好 因为养成的习惯 习惯一养成很难改 就变成 所有的成员 后续的习惯都会变坏 最终是不好的 我们看到这个风火家人 这个谣词的时候 现在咋一个游到 看到这个风火家人 咬词的时候 他要告诉你的 一个重点是在哪里呢 重点就是说 我们做一件事情 要宽言适中 如果不能拿捏 我宁可言一点也不要宽松 所以说这个咬词 应用在任何一个地方 他要告诉你 就是临言勿宽 处理应对任何一件事情 临言勿宽 刚刚是有人在 开了那个 所以说杂音很大 我的这边杂音很大 现在没有了 我们看这个错卦 你们都有听到吗 怎么一点声音都没有 错个错 也听到 错卦讲的是 更其线 更为山这个卦 更为山这个卦 讲的就是指啊 停止的指 他说更其线 线是指什么 因为这个线指的是腰 腰胯这个地方 腰部这个地方 腰部是上半身 和下半身的中间连接的位置 指在腰部这个地方 他后面又加一句 怕你不是很清楚 又取一个像 他说列其银 银就是分裂的银 银呢 就是两者之间的界面 界面 也就是腰胯这个地方 腰胯这个界面 已经裂开了 裂开了以后 就是上下之间 不能够互通讯息啊 断裂了 立心心 也就是说 上下之间 不能够互通消息 不能够知道 相互之间的状况 那这个这种等待啊 就有如烈火 熏心一样的 让人家焦急 他要告诉你是这个意思 所以说我们看这个错话 更为山 你只要看到 更其线 列其银 立心心 这几个窑子出现的话 他要告诉你的意思就是 双方之间的讯息 不能够 互相 沟通 造成了严重后果 中间之间的界面断掉了 停止在那里 就界面断了 双方不能够互通讯息 他告诉你的重点是在这 好 我们来看看他的签诗 这个签诗讲空空空 空你得成功 因为我们占卜的时候 不管你问什么 每一个人都有 每一个人都有他心中的期待 愿望 目标 好的那一面 他这个签诗一开始就讲空空空 也就是你现在 所提的这个问题 所期待的那个目标 是不能达成的 是空的 是落空的 不管任何一个人 问任何一个问题 只要抽到这个 五十一签 他现在所要追求的目标 是都不会成功 他后面有一句 叫做空里得成功 也就是说 这一次的失败 并不表示 你以后就不能再做 这些相同的事情了 他说空里得成功 也就是说 这一次的失败 可以为下一次的成功 垫下基石 也就是说 这次失败没有关系 失败为成功之母 下一次是一定会成功的 但是下次什么时候成功呢 他又取向 取向他说 攀陶千载熟 攀陶是 美好的东西 你要追求的目标 美好的东西 因为我们说 吃了攀陶啊 能够长生不老嘛 但是攀陶不是说 今年生明年节啊 他是要千载熟啊 一千年他才能够成熟 也就是说 你这个目标的获得啊 以后的成功啊 不是那么快就能够获得的 要等待很久才会获得成功 起码你前一次的失败 和后一次的成功啊 中间的时间差距非常的 非常的远 要拉得很长 不怕五金风 五金风的话 因为果实啊 在成长的期间啊 最怕有风 风吹雨打 容易让那果实落掉 落地啊 其实要讲的就是 挫折打击 他又讲五金风 难道白天不会刮风吗 五金呢 其实就是晚上 但是快要黎明的时候 半夜三金是午夜嘛 五金就是快要天亮的时候 也就是说你这个事情呢 所受的打击啊 半影半现 也就是说有人知道 有人不知道 是暗中打击 第一次的失败 我们讲一个案例 你就会很快的了解它的意思 有一个女生呢 好像十六十七岁 因为我在大专有上社团课 一个女生 她来问一个问题 她说老师我想要知道 胃后会不会 怀孕生小孩 会不会生小孩 女生年纪轻轻的 每一个人都会怀孕生小孩 这是正常现象 你问会不会怀孕生小孩的话 那就是不正常现象 一定有特殊原因 她才会问这个 她冲了这个签 空空空 空里得成功 也就是说 她问会不会怀孕生小孩 我说 我就告诉她说 你第一次怀孕啊 一定不会成功 一定不会生下来 就算生下来 也是不是成功的 不会成长的 空嘛 有人怀孕以后流产了 那当然也是空啊 但是呢 以后一定会怀孕生小孩 第一次一定不会成功 以后一定会生小孩 第一次和你下一次怀孕生小孩成功的那一次 中间时间会拖很长 其实我讲就是说 你第一次一定不会成功 她就已经点头了 好准了 好准了 后来问她到底是怎么回事 她是 结果别人说 是前一阵子 因为她交男朋友 前一阵子结果怀孕了 怀孕了结果拿掉了 因为她还在读书啊 十六七岁 但是她怕这一次太年轻怀孕拿掉 影响她后续的以后的生育能力 所以说她才会问这个问题 这个来对呢 来对就是不请自来的喜悦啊 其实等不等不及 其实就应该要 她要等待的 她要等待 本来应该有所等待 结果要提早获得喜悦 而得到的失败 有这种情形 我们看这个签丝就可以达到她 知道她的问题的答案是什么 普通这个官 不管问任何一个问题 她所问的 那个是一定不会成功的 但是以后一定会成功 中间拖的很长一段时间 我们看这个签叫下上签了 不是好签 不是好签为什么又下上签呢 因为她后面还是会成功啊 还是有成功 一辈子都不会成功的 她这种是下下签 听得好安静的 你们都一点声音都没有 因为刚刚有杂音 我现在都一直在怀疑 你们是不是断线了 我们看52签啊 52签对为者 九四咬 她讲的是 商对魏灵 借吉有喜 什么叫商啊 就是斟酌商议 大家在那边商量 商量而得到的喜悦 这个喜悦是经过商量而得到的喜悦 得到这个喜悦以后 认为就没事了吗 也不是 她说魏灵啊 指的就是说 还是介于安全与危险之间 让你心中不得安宁 因为这个喜悦得到以后 因为她这个九四咬 是处于九五咬和六三咬之间 九五是羊咬 六三是阴咬 又代表的安全与危险 因为阴阳啊 因为她这个咬词讲着魏灵 也就是介于她 她正介于这个平安和危险之中 那借吉有喜 戒的有戒有这个隔断的意思 也有戒也有就处于两者之间的意思 戒叫做隔断 戒吉吉呢 疾病 其实呢在这里呢 也就是指的就是吉代表的危险 戒吉代表的是隔绝危险 有喜 她一定能够隔绝啊 她才会有喜啊 如果不能隔绝有危险的话 她后面不会有喜啊 所以说从姚词里面 我们也可以推断出 她还告诉我们什么意思 这个姚词 她的隐身 她意义隐身为 就是说 这个事情能够获得成功 是因为靠着你精心设计 而斟酌商议 因为大家商量啊 不是只有一个人在商量 当然是一堆人在商量 或者至少两个人以上 才叫做商量啊 既然在商量的话 大家一定会一直在那里研究 怎么样才能够得到喜悦 那一定有一些精心的设计啊 所以说 这个喜悦是经过精心设计 斟酌商议而获得的 得到喜悦以后呢 并不表示以后就可以高枕无忧啊 她还是有潜伏的危机 随时会爆发出来 她一定要随时保持 小心谨慎的这种心理啊 以防万一 因为她说借机有血 也就代表的是说 她能够隔绝这个危险 让这个危险不会爆发出来 能够安然度过危机 就我们看到她这个小象 她说九世之喜有庆言 就是她能够获得这个喜悦 她能够隔绝这个危险 她得到这个喜悦啊 个人之喜叫做喜 她本身当然一定是在那边高兴的喜悦 众人之喜叫做庆 有庆也 她后面加个有庆 也就代表的就是说 你也高兴 别人也高兴 因为她是在商量而得到的喜悦嘛 既然是商量 那跟她一起商量的人 她也会高兴嘛 不止一个人高兴 从这个窑尺里面 我们可以推算出来 她要告诉我这个意思 我们看这个迅微风啊 中卦 她说毁忘田货商品 本来这个六四窑啊 迅微风六四窑 她的处境非常不利 应该有后悔的情形发生的 但是呢 因为她处于高位 你说多高呢 她已经进入上卦了 所以说她的位阶比较高 代表她 比一般人高 本来应该有后悔情形发生的 但是呢 她以谦逊低调的方式去应对 就是说比较谦逊的方式 去应对这件事情 田货商品 什么叫田呢 田货 田货的话指的就是田猎 田猎就是打猎的意思 打猎的时候能够获得猎物 商品 就三种 其实这个山呢 在一经里面讲的就是多 多数的意思 也就是说打猎的时候你可以获得很多猎物 很多猎物就是成果丰硕的意思 这个谣词 它要告诉你意思是什么 因为田货 指的打猎 打猎 就是 必须要用 刀枪啊 武器啊 其实 你不一定真的用刀枪 可能也是说 你用 勇武的方式去解决 这个事情 当然不是用文周周的那种方式 当然是用一些 比较强力的方式 武啊 诗啊 地水师的师啊 军队啊 其实都有代表 真正的 可能就是军队 或者武力 也有可能代表的是 你用强有力的方式 有这种意思 这个谣词 他要告诉你意思的就是说 你 听从上位者的指示 以勇武的方式 去解决这件事情 去做这件事情 能够获得最大的成功 就像是打猎一样 获得最大的收获一样啊 他摇词 你只要看到这个摇词 你只要抓他的重点 他要告诉你是这个意思 我们看护卦 风火家人 富家大吉 风火家人里面 阴瑶代表的富人 家庭主妇 阳瑶代表的 一家自主的男人 这个 瑶子讲说 富家大吉啊 因为一家之 一个家庭里面的 家庭主妇啊 他除了要 古时候除了要烧饭 做菜 提供一家人的饮食之外 他还有一个功能 他还有一个 任务啊 也就是 存钱 让家里的 越来越有钱 总不能乱花钱 乱花钱就越来越穷的话 这也 也不是一般人的 想法 也就是 负责家中的 一切尊杰开销 他能够 积蓄致富 积蓄致富 但是你这个钱财啊 人家交给你保管啊 也不是都是你一个人赚的 是家里面所有成员啊 各尽其责 去做他的工作 才能够达到 赚钱 把钱交给你啊 你再存起来 这个谣词 他要告诉你 就是说 你在那边统筹 而且 全家都大小啊 都能够尽自己的本分 去做该做的事情 这样子 这个家庭才能够富家 越来越富有 这样子才能够 获得大旗 他要告诉你是这个意思 要告诉你 就是说 所有成员都要 坚守纲位 各尽自己的本分 每一个人都这样做的话 这个事情才能够成功 这个错卦呢 讲更其身 无救 更就是指的 就是指啊 指在全身 我们这个身体啊 有 我们这个身体啊 不外乎有 言行 这两个字 我们人啊 不是说话 就是行动嘛 啊 言行 那指在言行 讲的就是说啊 当行则行 当指则就指啊 言行举止 要恰如其分 不可以 不可以 乱做一些其他不该做的事情 要做到守口如瓶 不忘言 这样子就不会有错了 其实就是说 行为举止 要小心谨慎 不要乱讲话 要守口如瓶 谨言监口 他告诉你是这个意思 整个来讲呢 五十二千的千诗 他讲的是 丑脸放 笑颜开 我们看这个千诗 我们就可以了解 不管你问任何一个问题 你的问题 现在面临的就是 烦恼忧愁 担心害怕 因为担心什么 担心你说想要追求的目标 是不能达成的 才会有这种 才会有这种 发愁的情形 抽脸放 指的就是说 本来就是满脸发愁 既然现在就是收掉了 收掉以后呢 献出来的是 笑颜开 笑起来了 代表着 你所追求的目标 有希望了 让你 你这样子 才能够笑得出来 秋月挂高台 人从千里来 秋月挂高台 有代表的是 在中秋节 这个时间点 人从千里来 千里 有实质上的意义 有可能是 人从远方来 也有一个意义 也有一个意义 代表的是 人月永团圆 这个意思 千里有重逢的意思 你把这个千里合起来啊 就是一个重制 重逢的重制 拆开来 重逢的重制 拆开来就是千里 所以说 普通这个千师 我们 可以了解到 你担心 事情不能成功 目前的状况 让你担心 事情呢 不能够成功 现在呢 未来的发展 是 进去好转 而能够达成 你的目标 我跟各位讲一下 这个千师啊 这个千师 我们的学生 曾经 是我抽的 普贯的 还是我们学生普贯 也就是 有一年的 总统大选啊 两颗子弹的时候 那个时候啊 我们就 大家很在意 谁会当选嘛 结果 这个是 我的一个学生 他抽的 他问 这个签呢 他是问 阿扁会不会当选 抽这个签 一看 抽点放 校园开 那就会当选啊 因为刚开始 他的民调 是很差的 会当选 52签 是他 阿扁 问会不会当选 这个签 是他抽中 他会当选 那连赞 那个签呢 抽的是哪一个签呢 抽的好像是 78签 76签 南南南忽然平地 起波兰 一一一谈笑 熏常 终有望 76签 南南南 问会不会当选 南南南 就是不会当选 不会当选的原因是 忽然平地 起波兰 忽然发生一些意外事故 造成了不能当选 那你说一一一谈笑 宣传终有望 指的是什么 你76签 这76签 我不知道 好像还没讲过 还是讲过 指的就是说 第二次的时候 再去做的时候 就容易 那第二次是什么时候 马英九选总统 总统的时候 一一一谈笑 寻常终有望 就是轻松愉快 很轻松的 赢了几百万票 然后能够获得当选 那好像呢 如果76签 我已经以前讲过的话 那就讲的 我就会讲这个 讲的比较详细 那52签呢 我就不要讲那么多了 各位可以自己看 自己看 因为讲多的话 就变成反而有点政治 牵涉到政治 自己看 当时我们抽的就是这个钱 那你说 所有事情都是这样子的吗 也不一定 就像是 有一个 富人啊 他问 他女儿 会不会跟 现在的男朋友 结婚 抽这个钱 当然会结婚啊 从这里面可以看出来 可能他们的爱情并不稳固 让他 让他妈妈 担心 到底能不能结婚 因为这个钱 结果就是好 所以说能够结婚 后续的情形 后续的发展 是能够结婚的 那其他的话 你就不一定要解释啊 我们看53签 53签讲的是 九五窑 九五窑呢 他讲的是 福于波 有利 福就是诚信啊 波呢 这一经里面讲的是 阴波阳 阴波阳啊 就是小人波君子 阴波阳小人波君子 所以说 波又代表着小人 他要告诉你 指的就是说 如果你太相信 你亲近周边的人 周边的人是小人啊 你太信任他 认为他的花言巧语 甜言蜜语 都是真的 那你就危险了 有利 就是处于危险的状态之中 这种状况 我们又想想也知道了 这个小人指的就是 会对君子有伤害的人 那君子是谁呢 在占卜的时候 占卜者都叫做君子啊 只要对你有妨害 有伤害的人 我们都叫他是小人 其实他不一定是小人 那不自己也不一定是 真的君子啊 但是在占卜的时候 第一人称 君子就是第一人称 指的就是占卜者 福一波指的就是说 你太过于相信对方 其实对方呢 讲的都是花言巧语 都不是真实的 他有个 他只有 他另外有目的的 那是谁在骗他呢 因为九五窑跟上六窑啊 是逆比的关系 上六窑啊 是要骗这个九五窑 讲的花言巧语 是要骗他的 如果你太相信他 你就要受到伤害 就处于危险的境界 那我们说 为什么九五窑 那么笨 要相信他呢 我们看这个窑词啊 看这个小象 他说福一波 为什么会有福一波 这个窑词 他的出现呢 他最主要是 畏正当眼 畏正当指的就是说 你处于很容易受骗的 一种时空之中 你说什么人是处于时空 处于容易受骗的时空呢 有些人啊 如果他非常想要 急于想要某个目标 你就很容易利用他 这种心理去骗他 他很容易受骗 如果有一句话叫 病急乱投医啊 生病呢 结果严重了 一急之下 你只要说我有偏方 他也要相信啊 有另外我举一个例子 就是说 如果女孩子已经 过了四婚年龄 不要说女孩子啊 男女都一样 过了四婚年龄 又有人在催的话 他急的 只要有人骗他 他都相信他是 真心真意的 很容易受骗 这种人啊 就是 处于容易被骗的 一个时空之下 很容易相信 小人的话是 甜言蜜语是真实的 这就是浮一波 有利就是处于危险的状态 我们看那个中卦 迅为风 他说 真吉毁亡无不利 无出有中 先跟三日 后跟三日 吉 你说这个摇尺这么长 我哪记得起 我们还没讲过 还没讲到迅为风 这个卦 当我们讲到 这个迅为风 这个卦的时候 我们可以 我们会讲的 比较详细一点 现在我只是告诉你 简单告诉你一下 这个摇尺要告诉你 什么意思 他说 如果我们想要 变革一件事情的话 你不能够 处于一个极端 我们一定要处于 中庸之道 去做变革 两边利弊 一定要做一个分析 去做一个 大家都能够 都能够接受的 这种方式 去 去做这个变革 所谓变革 如果你是一个极端的 两头 极端是两头 中庸之道 中庸之道指的就是正道 正道指的就是 能够被大多数人 所能接受的 我为什么中间会有时候停一下 是因为我这个电脑 一向会跳出来 什么音效的那些 我不把它削掉 它你们就听不到 因为按照以前的管理 它常常就好像不稳定 它会跳出来 如果我们正道 也就是说 大多数人都能够接受的 这种说法或者道理 或者这种方式 中庸之道就是正道 如果我们要有所变革 你一定 这个变革一定要让 所有人都能够接受 就算不是大多数人 就算不是所有人 也是大多数人 都能够接受的 一定要合乎中庸之道 这样子就不会有 会恨的情形发生 我们要有所变革 因为 每一个人 都有这种惰性 一种措施 已经执行了多年以后 你要有所变更 你一定要先 政令宣导 就像政府 它要实行一个法律之前 它不能够 今天定了法律 明天就开始实施 这样子就是 不叫而诸 为之虐 人民都不太了解 这个法律 你就开始去执行 万一人家处罚的话 你去处罚他 这叫 暴力 因为你没有先宣导 所以说政府 很多法令 要执行之前 他可能会 有几个月 半年或一年的宣导 期间 然后再去执行 他讲的 这个谣词 这个谣词要告诉你的 重点 指的就是说 我们在变革之前 要不断的去宣导 叮咛 在政策实行之后 他先跟三日 指的就是说 要执行之前 你先要宣导三天 三天 在这个上面讲 十三天 其实就是看你的 政令 是要宣导多久 在执行政令以后呢 你还要看一看 有没有一些 不太适用 或者不太适宜的地方 要需要调整的地方 后跟三日 还要一段时间的 做一个调整修正 你这么 慎重其事 的去做这件事情 才能够达到 无出有终啊 刚开始不好 但是最终一定是好的 这种结果 除以我们看这个 中挂 他还告诉你的 就是说 我们做什么事情之前呢 一定要 何无中庸之道 不要 太过 偏激 两头的偏激 都不适合的 在要 有所变革之前呢 我们先要做一些宣导 后面还要做一些验证 还有修订 修订 这样子慎重其事 的做这件事情的话 这个事情才会 有好的结果 他要告诉你是 这个意思 我们看这个护卦呢 护卦要告诉你的意思 他说 风火家人 王家有家 这个九五有啊 在这个风火家人里面 是一个卦主 他指的就是一家之主 一家之主 要让这个家庭 能够和谐啊 然后能够幸福 幸福富 富裕的话 这个一家之主 占得很重要的地位 他必须要 甲 王甲 甲这个 在易经里面啊 通常都 代表着感应 感情 有这个意思 也就是说 一个家庭 一家之主 必须要用感情呢 动自一情 对所有的亲人 家家庭里面 所有成员啊 都要动自一情 因为 你不能够用一些条例 或者规定 去约束 你就算是有条例 有规定 你还是要动自一情的 去 劝导他们 这样子的话 才能够促进 家中成员的 相亲相爱 和睦共处 根本不要花费多大力气 用感情 就像是父母亲教育 小孩 难道你不爱我吗 难道你不孝顺吗 你这样子做 你动自一情的话 他会感受个良心的 你如果你是说 你以后会怎么样怎么样 他想不到那么多 你只要看到 风火家人 九五窑 这个汪家有家 物序 急 这个姚词 他要告诉你的 就是说 你现在占卜 问的这个问题 你要用感情去感 去感动对方 你这样子做的话 你根本不必担心 他的结果是什么 一定是好的 他要告诉你是这个意思 我们看这个错卦 更为三 他说更祈福 因为更卦 他说要指 他六个姚都是 用身体的某一个部位 来代表出 他要告诉你 要指什么 要停止什么 他现在更祈福呢 他已经到了五这个位置 在人体上面 就像是一个嘴巴一样 嘴巴这个位置 福就是面颊 福就是面颊 指的就是嘴巴 停止在嘴巴 其实就是说 嘴巴讲话 我们嘴巴的功能 除了吃饭之外 就是讲话嘛 讲话 你要得当 言有序 讲话要有一个次序 讲话要有技巧 不但注重时机 还要注重内容 讲得不好 就是祸从口出 出言不善不如 不说 该讲的时候 要讲 不该讲的时候 不要讲 那你说等于没讲 什么时候该讲 什么时候不该讲 因为我们讲话 还是要有时机 这种其实我们不必举例 有些时机不对的时候 你去讲 人家会说你 头脑怎么那么 你是呆瓜 这个时候你讲这种话 这种情形常常有 该你讲话 你又不讲 那这种也不对 如果你讲话 如果能够注意 条理有序 有内容 言之有误 就是有内容 如果你讲个半天 人家听起来 哭哨乏味 因为没有重点 这也不对 所以说 要讲话 要注重时机 要注重内容 要言之有误 要有条理分明 这样子的话 人家听起来 才能听得下去 他告诉你是这个 好了 我们来看看他的 签诗 签诗 这个签诗 他讲说 虚着力 物远游 虚着力 指的就是说 力量不够 你 你占博问的这个问题 你还不够 尽你 你还没有尽你最大的努力 你还要再加把劲的意思 你想要成功 就必须要还再加把劲 去找力 物远游 指的就是说 你不要一下接触 一下又离开 就像这 如果我们来 举例的话 就是说 你问下次考试会不会及格 你不要 你不要今天读书 明天又不读了 或者隔个三五天不读 然后再读一天 这就就是 一天打鱼 三天赛网 这个就是远游了 这种是意境上的远游 那实质上的远游就是接触 也就是说 你接触不够紧密 离得太远 例如男女之间的交往 如果双方隔的远距离恋爱的话 那就是远游啊 那个对这个爱情的增长 只有 只有冷却消退 不会增长 太远了 或者是说 隔个几个月才接联络一次 这种也叫做远游啊 所以说这个远游啊 有实质的意义 也有这个抽象的意义 你要达到你的目标 你要追求你的目标 想要成功 你必须要再加把劲 你还要持续不断 保持接触 才是 才有成功的希望啊 那到底有没有希望呢 他说 藏肝掉相蝉除枯 什么叫残除枯啊 你以为地上面有个洞 里面有 有残除柱的地方 叫残除枯 不是 残除枯 其实指的就是月宫啊 月宫 它又有一个叫做残宫啊 残宫 残除的残了 残宫指的就是月宫啊 残肝掉相残除枯 也就是你用这个吊杆 想要在这个洞里面 残除枯里面 掉这个金蝉啊 残除啊 金蝉 它这个是 不是一般的癞蛤蟆啊 它是那个三角残除 它是会抓钱的 咬钱的那种残除啊 残除是你的 想要追求的目标 其实它讲的是地方的月宫啊 你用残的钓杆去伸向月宫 想要钓 在月宫里面 钓群的目标 你哪来了那么残的钓杆啊 也就是说 你残杆指的是 尽你最大的努力 它不讲短杆 它讲残杆指的就是 你要尽你最大的努力 但是 你要钓到这个 在月宫里面 钓到你的目标 也很困难 因为太远了 目标太高远 所以说这一句话 也有指的是 你目标太高远 很困难 就算是你尽的最大努力 也不一定钓得到 直欲云中得巨蚝 蚝啊 指的是海中的 一种鱼类啊 大蚝 其实蚝就是你的目标啊 你要追求的目标 有一句话叫做独占凹头啊 就是这个凹 独占凹头指的就是你要追求的目标 巨凹就是巨大的目标 云里面有没有这个蚝 蚝其实不是活在云中啊 它不是天上飞的东西 它是海中游的东西 你还 你用这个肠杆 想要在云里面得巨蚝 其实它又得到 它又要告诉你一个 更深一层的意义 就是说 你找错目标了 找错方向了 因为这个目标 这个方向实在很困难 你想要得到 不太容易 你说我真的要 我一定要 那你就加把劲 你不要远游 经常保持接触 然后呢 不要乱讲话 用感情 多花点感情在上面 因为这个签啊 第一个抽到他的 有一个女的 他说 他三十几岁了 他跟一个男朋友交往了 他六七年 到现在他都不知道 他要不要跟他结婚呢 他一直想要结婚 他就问 我到底会 会不会跟我男朋友结婚呢 抽到这个签 抽到这个签啊 男 就可以知道 男朋友说要 说喜欢你 喜欢你啊 其实 有一点带虚假的意义 因为甜言蜜语啊 这个主卦 讲的甜言蜜语啊 你说他 真的一点都 对我没有感情吗 也不一定 因为你只要再加把劲的话 再加 再多保持接触的话 还是有机会 不过这个目标太高远 可能不太容易得到 不容易得到 如果你能够多花点感情 多用感情去 培养的话 还是有点机会 他告诉你是这个意思 所以说抽到这个签啊 不容易得到你的目标 很难 你要 持续不断进自己最大的努力 才有这个希望 所以说这个签是下上签 我们看这个五十四签 五十四签 上六摇 他说引对 这个挂里面有两个阴摇 一个六三摇 他是出于主动 公开的 由于不能等待 而提前去做这件事情 结果是失败的 那这个 上六摇呢 他是 英摇英卫 英摇代表他是小人 英卫代表的是 他这个 他把他的 心中的 这个意愿啊 藏得紧紧的 他是 是暗中勾引的 暗中引诱的 让人家根本看不出来 他的目的的 这种人 日常生活中 也常见啊 他为了要达到 他一级 上六摇啊 他这个 引对啊 就是 他自己本身 他有一个 受到外务所欲 他一定有一个 希望 期待 他有一个目标 他 受到外务所欲 就像是 有人想骗你钱的话 他就受到 钱的引诱啊 这是这个意思 他要骗你钱 他一定不会让你知道 他要骗你钱啊 他这个隐秘他 他要隐秘他的目标啊 目的啊 这个就是隐秘的啊 他就要去引诱别人 这个呢 你骗人家钱 或骗人家感情 或者反正就是要欺骗别人 而获得他的一己之私的利益的话 他通常都不会让你知道 他的目目的是什么 他隐秘起来 这种人呢 是 最容 最 最不容让人家发掘的 他的居心是隐而不显的 那那个六三摇呢 他是 他的目标 他是 他是就很明显的 就可以摆出来的 就像是六三摇 空空空的话 他说我要去求职 他的目标就是要求职嘛 但是能不能成功呢 可能他还在学生时候 他就要先去打工啊 打工人家不要他 这种就是 他目标可以 让人家一眼就看出来的 这种呢 上六摇呢 是 居心是隐而不显 不容易让人家能够察觉的 所以说 隐对 我们来隐身就是说 你为外物所幼 想要达到你自己的目标 花尽心思 用尽办法 去逢迎取悦别人 他要骗你钱啊 当然是要讲一些 天言蜜语啊 但是所得的 所做的一切努力 都是白费功夫的 很难达到目的 他就是要引诱 九五摇啊 九五摇呢 是阳摇 他不容易被引诱 你说你怎么知道 不容易被引诱 你又在九五摇的时候说 又说 容易被骗 因为我们看他的摇词 摇词 他的小象 小象说是什么 上六摇队 为光也 为光也就是不能发扬光大嘛 不能发扬光大 发扬光大 就是说引诱不成功嘛 所以说这个摇词就是 他要引诱别人 结果不能成功 人家不受引诱 真话呢 迅为风 他迅在床下 上其知府 真凶 指的是什么 就是说 患得患失的心理太重了 已经不知道 为了为了要达到他目标 所以说特别的去对人家谦卑公顺 有些人他为了要得到他的目标 我们在官场上面常会看到这种人 他拍这个上级的马屁 弯腰哈贝 弯腰公贝的 在那边 残媚的 去 逢阴拍马 其实他有他的目的 就是要想升官发财嘛 那这种话 这种人话 他就没有自己的原则 那根本就 没办法判断是非了 因为他 患得患失心太重 已经失去 失去的 决断的能力 这样子当时 有凶险了 不好 我们看他护卦 护卦说是 风火家人讲的是 有福微如 终极 讲的是一个家庭 一家之主 上九一也是 洋洋 是一家之主 你说一家 一家里面拿那么多 一家之主 因为他洋洋 都是代表的是男性 都代表了一家之主 他不同的职责而已 不是说一个家庭里面 有四个男的 两个女的 不是这个意思 他说一家之主 自家之道 因为风火家人 讲的是自家之道 自家之道 你一定要有诚信 福就是诚信 微如 要是有威严 要有诚信 今天要有威严 你必须要 从自己本身 开始做起 你如果你说是 要求家里的人 所有人都是说 不能说谎 结果呢 自己天天说谎 那别人当然 要跟着说谎 你要求人家不说谎 你一定要自己本身 要做到 要反身修己 要以身作则 要言之有物 你说到就要做到 而且要心之有恒 要有恒心 你不要说是 今天是这样 明天又是那样 别人也不会相信你 这个护卦 这个谣词 他要告诉我什么呢 在占卜的时候 要告诉我什么 就是说 你想要达到你的目标 追求到你的目标 你必须要有诚信 你要有威严 而且要以身作则 你才能够达到你的目标 他要讲的是这个道理 我们看这个错卦 错卦讲的是 敦更 敦更 因为他是上九摇 已经这个山呢 山叠山 上挂也是山 下挂也是山 又到最上点 山呢 就敦更 山是由土而堆积而成的 那你山顶呢 就是所有土堆到最后 才会到到到山顶了 敦更的指的就是说 你一开始要做 要从头开始 一开始做 不管事情 因为指啊 有两种意义 一种是 不该做的 你就一开始就不要做 该做的 一开始就要做 而且要直至有恒 从头到尾 要直至有恒啊 从头到尾 所以说这个错卦 这个敦更 告诉你的什么呢 就是说 要有恒心 不管事情该做 还是不该做 一开始不该做 你就从头到尾都不要做 你不要说 今天我不该做 我明天又该做 又去做 这个也不是 也不对 如果说是 一开始要做的 你要从头到尾都要做到底 有恒心 今天这样子 明天亮也不行 这样子 他告诉你就是 不要有间断 这样子才会 能够祸及 那我们来看看 五十四千 要告诉我什么意思 他说 无中无机 我们每一个人 占博的时候 都是要追求自己的 心中所要期待的 那个目标 无中无机 指的就是说 你那个目标是 没有 没有影啊 一点影都没有 也就是没有希望 因为不会实现的 不会成功的 远近南密 指的是 短期之间不会成功 长期看来也不会成功 汉海行舟 在路上划船 这个船会不会动啊 因为船呢 一定要在水 水上面啊 去划行 它才会动啊 路上划船是 空牢费力 白费功夫 船还是不会动 其实他要告诉你的 是什么 葡萄这个签 这个签是下下签啊 因为为什么 你要追求的这个目标 是不可能成功的 长期短期 都不会成功的 你花了再大的努力 也是白费功夫的 他还告诉你是 这个意思 那 那你这个目标是什么 你这个目标是 为了一己之私 而去做的事情 他主挂讲的是 引对啊 所以说 这个挂的 主要的原因 不会成功的主要原因啊 其实就在主挂里面 因为为了一己之私啊 而去引诱别人 想要达成自己的目标 是不会成功的 好 我们今天讲到这边 看看各位有什么问题 谢谢老师 不客气 今天是一波多者 你准备 这些话的上挂 有中国的下挂 五十一千 你说五十一千啊 五十一千的话是下上千啊 下上千 五十二千是上上千 五十二千上上千是因为 不管问什么都能 因为他笑就是能够成功啊 所以说 不管你问什么问题 问到这个 就是能成功 不管你的手段是什么 但是就是能成功 五十三千呢 是下上千 下上千 是 要成功非常的困难 但是 还是有意思的希望 你只要多加把劲 不要远游 不要远游就是要持续不断的保持接触嘛 他才会有成功的希望 下上千 五十四千是下下千 因为他就是不会成功啊 对 谢谢 嗯好 可是老师五十一千啊 那个空空空 空米格成功 对他还是有机会成功啊 所以说他是下上千啊 因为他现在所问的这个问题是不会成功的 但是是以后会成功 以后成功的时间 还离这一次的 这一次的失败呢 还有一段满长的时间 因为攀陶千载收嘛 千载的话 他你说 真的要千年吗 他只是形容词啊 只代表要满长的时间 就像是那个女孩 问他会不会生小孩 他十六七岁才才怀孕过一次 下次他真的要生小孩 搞不好二十几岁了 还没什么问题 别说他从前还有问题吗 那没有 我本来就会写一个一百 叫我问你 一百三十九 一三九啊 我看一个 139 問什麽 那個男方跟女方他們那個 就交往正式但是都沒有什麽 進展他們問說 到底沒有進展 他說139這個籤啊 他說齊齊齊 齊齊齊齊就是說 齊姬啊 齊就代表 我們正常不會說齊嘛 違反常理就叫齊啊 不和不正不正常我們才才叫著齊啊 也就是說照 也就是說啊 照理來說他們之間的 男女之間的這一段交往 不會成功的 竟然出現了奇蹟了 會成功 因為爲什麽呢 他說地利與天時 地利指的就是 他們之間的 交往或者是某種狀況 天時指的就是 碰到一種 正好大好時機的時候 這個大好時機也不是天天出現的 是正好碰到一個 恰當時機 還有一點 一個狀況 好的狀況 竟然出現了奇蹟 那到底什麽時候呢 他們才會 往好的方面轉換呢 他說 燈花傳現後 燈花啊 我們古時候 燒的是 油燈啊 不管是什麽油的 油燈 有燈蕊嘛 燈蕊燒一燒 它會結成花 會啪一聲響 蜡燭也會啊 古時候呢 認為這個蜡燭 或者是油燈 它那個燈蕊 在那邊 炸響的 這種情形 叫做燈花 炸響 代表的是 喜照 好的玉照 燈花又代表的是 真月十五 提燈農 那個時候 所以說 什麽時候 他們才會有奇蹟出現呢 一個是 有好的玉照 出現的時候 那就是 代表的 他們會 他們之間的關係 會轉好 一種是代表 就是春天 也就是這個差不多 這個時候 真月十五的時候 真月十五就是 袁小姐嘛 提燈農嘛 也就是這個時候 會出現奇蹟 出現奇蹟 對他們兩者之間的感情 會有好的 發展 但是呢 這個時候 你 占卜這個人啊 他到底要繼續 交往下去呢 還是不要交往下去呢 他說 動盡總相宜 就是 為與不為啊 其實都適宜的 動盡啊 其實就是說 為與不為 要與不要 的意思 也就是 要繼續往 進一步發展 還是說 就此算了 其實都 對他來講 都是適宜的 也就是說 你問的這個問題 他們兩人之間的 感情發展呢 一直處於不良的狀態之下 現在 竟然出現了 轉機 出現了奇蹟 也就是 差不多這個時候 那 到底 這個人 他要不要繼續 交往下去呢 其實呢 他就隨他了 其實都是 差不多 兩者之間相差不大 也就是說 問的這個人啊 他可能心也冷啊 就算是 女方 忽然表態 對他有好感 他可能也熱不起來了 動靜 總相宜 兩者之間差別不大 才是要做重相宜啊 唯與不唯 要與不要 動靜就是兩個面嘛 是這樣子的事 他要進一步也可以 他不要也可以啊 對 因為為什麼會 會說要和不要呢 也就代表這個 這個問的人 是男的還女的 男的 也就是這個男的 這個心已經 熱度已經沒有那麼高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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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睡吧 可是 雙方 寶寶寶 無看 讓甲